深夜,女人们回来了 日本女子的脸上有血 有人的衣服被撕裂过 他们抬着一具尸体 原来,在交易过程中 三号病房有个男人对他不满意 动起了拳头 不慎把他打死了 因为这群女人的牺牲 一号病房终于换到了吃的 几天后,三号病房的男人又过来巡查 这天,轮到二号病房送女人给他们了 女主无法再人 作为唯一一个看得见的人 他要利用这种能力报仇 他拿起剪刀 在三号病房交易的时候 悄悄潜了进去 他走到三号病房的老大背后 刺死了这个混蛋 混乱中,胖盲人捡起老大的枪 开枪了 女主带着可怜的女人们逃跑 胖盲人不断开枪 却打死了自己 得知了女主的刺杀后 一号病房的人们知道 战争开始了 很多人很生气 说女主怎么这么自私 这样我们都会被打死 但也有人决定不要坐以待毙 于是集合了一批人 准备主动进攻 这时,有个沉默的女人悄悄走了出来 她是那个不幸遇害的女人的好朋友 这天深夜 她一个人悄悄走向了三号病房 门口有男人在守卫 但她悄无声息 靠着墙一点一点移动 然后在门口 她点开了打火机 点着了三号病房门口的杂物 很快 三号病房就燃起了大火 所有人都是盲人 谁也灭不了火 这群恶徒终于自食起过了 那个作恶多端的胖盲人到处开枪 已经完全疯狂了 最后,她开枪自杀了 女主把隔离所的盲人都拉到院子里来 大喊着守卫的士兵 但无人回应 怎么回事 她打开了铁门 守卫门早就不见了 他们自有了 女主带着一群人往外走 整个世界已经是一片荒凉 原来,盲流感早就爆发了 全世界都失明了 到处都是行尸走肉 满街狼藉 失明的人们到处打砸 发泄着 女主把同伴们藏进了一个店里 和老公一起去找食物 路上,一伙孩子抢走了一对夫妇的推车 女主来到超市 超市里也是遍地垃圾 盲人们在货架上到处摸 打架 但已经没有一点可吃的了 女主找到一个地下室的入口 走了下去 这是超市的仓库 谁也没有找到过 她终于找到了食物 带着食物上来 路上却被盲人们闻到了味道 他们开始追她 全部人集合起来 如同丧尸一样 把女主包围了 好在老公赶了进来 救走了女主 最后 女主带着一伙同伴回了家 在这里日夜照顾他们 大家都很亲密 如同家庭一样快乐 女主和男主的关系也重归于好 直到有一天 那个第一位感染失明的日本男人 重新获得了适令 大家都欢呼起来 因为他们都拥有了希望 只有那个老人和女主没有太高兴 影片结尾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的真实心情 但我想 老人不庆幸 是因为他知道 当大家有了势力 就会四散而去 过自己的生活 而他也会重新陷入孤独 而女主不庆幸 是因为他也会失去人们的依赖 重新变得可有可无 为什么失去势力 就会失去人性呢 我想 是因为恐惧 对未知的恐惧 会啃食人的心灵 就像黑暗森林法则 当你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攻击你 你所能做的 就是先攻击别人 而当人们有了安全感之后 心中的神性又奔发出来 互相照顾 其乐融融 这也是为什么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需要拥有爱 拥有家庭 拥有陪伴 他们能使我们安全 使我们温暖 而最重要的是 使我们强大 我是毒蛇 记得点赞 关注 爱你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